很多人以为说吃素就会减肥 但是有人是越吃越肥像谁呢 就是台中市长胡志强 但营养师说 其实呢便当里头常见的素肉排 它的成分呢是淀粉 如果说你用炸的 比一块呢卤排骨 热量还要高 再加上了其他的配菜 像是玉米啦 芋头 豆仁 也都是淀粉 想要吃素减肥的话 恐怕是越吃越肥 将热腾腾的菜放进盒子里 老板娘忙着包素食便当 使素食减肥的人越来越多 却有人越吃越胖 素食如果说再没有选择大量的青菜 或者是简单的豆制品 那会多利用加工品的话 通常淀粉类跟油脂类是反而会增加 骨类 豆类 蔬菜 全是素食常见的食材 看起来热量超低 但如果烹调方式不对 热量可是相当惊人 夹一些酱料 或是裹薄粉去做油炸之后 再提酱汁 对照一般的排骨便当 一块卤排骨大约200卡 素食便当中的素肉排成分是淀粉 如果还用炸的至少200多卡 加上其他配菜 热量和荤食便当一样高达六七百卡 营养师也特别提醒 不管是动物油还是植物油 一公克都是九大卡 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三菜一组菜的话 就是最好有三种颜色的菜 然后做不同的烹调的变化 想吃素食减肥竟然以汆烫 少油少糖的方式来烹调 素食便当中常见的芋头地瓜 玉米豆仁一般人以为是蔬菜 却全是淀粉类 素食加工食品烹调方式五花八门 想减肥要控管摄取的总热量 可别以为吃素就能瘦下来 周日圈王一超 林志文台中采访报道